花莲县的土地面积是台湾第一大 东陵太平洋西中央山脉 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丰富的海洋资源 矿业、农业、观光资源及生物多样性 如何让花莲与时俱进永续发展下去 是花莲县政府非常重视的 因此我们以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为指导方针 将近年碳排、环保有机、再生节能、防灾减灾、循环经济等概念 落实在花莲这块土地上 让我们来看看花莲人的日常生活与永续发展的美好融合 如果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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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 经济 历史人文 四个面向的日常都能够共好循环 打造花莲成为永续移居的幸福城市 永续就是花莲人的日常